25歲裝信駕駛開著深色的轎車沿道路往北行駛 失控撞上對向車道的行道樹安全氣囊炸開 車輛也落入一旁深兩米的稻田當中 駕駛自行脫困躺在田裡帶圓 一旁民眾趕快打電話報警求救 警方下方人員趕到現場合力把駕駛固定送往醫院來救治 而這名駕駛臉部腹部胸部有多處傷事 駕駛受醫之後沒有大礙 這個週休假期天氣還不錯 25歲的裝信駕駛開著一台深色轎車沿道路往北行駛 失控撞上對向車道的路數之後 安全氣囊炸開車輛也掉落旁邊的稻田當中 裝信駕駛自行脫困躺在田裡帶舊 駕駛車輛時不慎打滑這路兩米深至前天 後自行脫困躺在田裡帶舊 現場由冠英九妖瑞瑞瑞九妖及家醫院 合力將換著白路救護車後送往玉林師弟醫院 一旁民眾也趕緊打電話向警消求救 警方以及消防人員到場之後 並且合力將駕駛固定送往慈濟醫院救治 而這名駕駛臉部腹部胸部多處傷勢 鎖心送醫之後並沒有大礙 抽血檢驗五酒精反應 精神狀況穩定意識清楚 全案A2交通事故後續處理 警方表示這輛轎車疑似行進間失控 衝到對向裝到路數 接著整輛車掉進旁邊 大約有兩公尺深的田裡 車主自行脫困痛苦地躺在泥土上 現場民眾也趕緊報案 還好駕駛被送醫之後沒有答案 記者高雙雙預證採訪報導